嗨,大家好,我是云文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在大陆,在广州这边 在广州那边读完了所有的开学的课程 然后大家也在香港这边读了一年的研究生 现在在香港这边工作,工作了几年 然后发这个视频主要目的就是想支持一下Netflix 大家都知道Netflix是一个 过去生活经历特别坎坷的人 我相信大家直接去看他的一些视频就好了 我觉得应该也不需要我过多去尝试这个事情 在这里要提到Netflix去主要更多的是 关于他的一些视频的内容 因为我也是刚刚看完Netflix的一些东西 就是大陆的这个,他的一个大陆 就是普通话的名字叫火锅大王 那首先我要说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其实 怎么说Netflix的一部分视频的内容 其实我是很supportive 因为他毕竟他人住在上海 他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印象是停留在一些一线二线 或者说一二线城市为主 像他刚开始说到的关于《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的一个文章 他更多的提到的是说 中国的医疗条件并没有他想那么差 他所看到的都是上海肿瘤医院的排场队 然后他也有足够的理由说明 为什么上海的主流医院是排场队的 当然了听完他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正向 但是说白了就是中国大陆的医疗条件 或者说医疗整个系统结构还是有点问题的 但我发这篇视频的问题 目标不是说指出他的视频问题 而是他再来说还是他的整个视频利益 还是建立在上海 或者说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外国人 在大陆的生活视频 更多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大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当然相对比较落后 我和他视频里面所揭露的New York Times里面 一些关于所谓医疗条件有多么多么差 而且还扭曲别人说话的内容 这种言论其实我是特别不支持New York Times所干的事情 因为现在毕竟大家都知道大陆有互联网管制 也就是说你在大陆有一些网站你上不了 最近开放了一些新闻网站会相对好转 但是之前因为我刚来香港这边开始上网就有很多以前自己觉得相对比较自由的媒体 相对比较自由的网站像FaceTime Facebook Twitter之类的 然后我上了几个然后看了一些文章 他们的内容确实让我觉得非常震惊 他们感觉就是英文版的那种游戏震惊部 如果是大陆的网友应该知道我说的游戏震惊部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群人然后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刻意的去用一些很夸张的文字 然后说的特别的就是引人注目啊 我想起来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 就说中宣部把流浪地球看作一种就是主旋律的宣传 其实说白了我就只单单纯按照这个事情来说 其实说白了第一个流浪地球他讲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多国家多民主的故事 他家国情怀这种东西其实我说白了每个国家可能都有 相对来说为什么英美国他们的电影更强调个人英雄主义 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的这个概念可能不是很close 就不是很close就是不是不是应该不是说很close 应该说不是很明显就是各个字各有各自各的那个表述吧 但在大陆来说或者说在中国华语圈来说家庭的这个概念是更加紧密一些 那这个主题首先这个流浪地球的这个主题是建立在刘慈欣的小说上 就如果你说这个主题他显现出了中国的一些什么主旋律这些东西 那你应该说是刘慈欣的那本小说就已经体现了这个这个故事就体现了这个主题 但是问题是我们实话说就是说第一个带着地球去流浪 其实听起来非常宏大 然后实现实现起来那画面或者什么也会让你感觉到非常震惊 那实际上他就等于把地球改成一个飞船 把地球整个带走这个飞船上有足够多的那个生态环境去养活那么大群人 而不是说像某些电影像伊法和那个或者说之前有一些末日的片像2012那样子 我们只带其中一部分人走只带这个人群当中精英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我们只带这些人 其实大家最后无论是见飞船还是见什么方舟目标是想尽可能多带人而不是我只带一部分人 如果只带一部分人只带几个人那很简单我们一开始就流浪地球我们只开始有领航运空间站有一千个 我理解能派上太空的多数都是精英了吧就只要那一千人 然后加上三十万个受精卵是吧就就足够了我们就不用再考虑地球的问题 但是我们想法是尽可能把人都带走尽管这个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是首先是你要海啸死一半然后抽签可能不知道又没多少那种 我理解的话这个故事的本身它和所谓的国家的主旋律或者爱国爱党什么其实没什么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末日故事就是 嗯末日的点和以往的那些什么瘟疫其实是同一个类型就是说全人类都要挂了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把 全人类都带走那他得找一个寄托就我们要不就把地球带走要不就建一个能够和地球一样大的飞船去带走那按理来说这两个故事的看起来那肯定是把地球整个搬走会显得反而显得稍微有点可能性就尽管说整个故事其实说白了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包括他电影的整个过程 或者说他整个小说本来的那个定义其实相对来说现在看现在技术看起来是有点扯啊但是说说以后相对来说你说我要在地球上面挖那么多矿产去建那么一个飞船或者说我要在太空当中挖那么多个的矿产在2075年距离现在也就50年左右的样子我们要发展那么大的一个太空挖矿的那么一套东西然后 把所有的矿挖回来建一个和地球一毛一样的生态圈 而且是在我们之前所有生态圈实现全都完蛋的情况下去造那么一套东西然后让他跟着我们一起跑2000多年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扯 然后比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扯多了就感觉然后 就所以说这个故事他首先第一个他利益是我觉得是很logical就是很符合逻辑 他他需要做的东西就和所谓的个人英雄片 也是一样他也是拯救地球 动魔动就save the world 最近看了很多电影还是save the world 疯狂的外星人里面的美国人save the world save the world 最近选择卷到更多 然后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 他不是一个特别和所谓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就是bbc的那篇文章 他把这个玩意说成主旋律 或者说他说是因为中宣部去宣传 所以他是主旋律电影 或是爱国电影 为什么我一直 我刚开始就提出 为什么我不太乐意看到这个话题 其实主要就在于 选第一个就刚刚我提到的那些东西 它是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末日片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大家都可以这么拍 对不对 你可以弄个飞船 你可以把地球搬走 只我觉得把地球搬走 更加符合逻辑这么回事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在片中 没错 他因为面对的是中国市场 他要用中国的那个演员 所以他去全程都在说中文 然后有一个混血 然后他说我是有 我有中国心 对不对 一个澳大利亚人 其实你在想 他整个片当中不断的出现 包括在太空战第一次 那个无精扮演的那个宇航员 他出太空舱的时候 有一个俄国人陪着 另外的舱 另外的消灭舱 也有人要出来 要炸出来 所以说另外也有人 试图去控制这个空间站 不管它后面有没有成功 因为我们只看到无精成功了 可能另外那个人 还在太空中飘着 但是飘 其实挺惨的 飘着飘着 自己空间就转去了 对吧 那是 就是也有人在敢做这个事情 只是因为我们在多线的救援当中 我们暂时来说 因为这个电影是中国拍的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中国的人去拯救 去做那么一件事情 其实包括在后来 你说去 去把那个等离子的那个火柱 把它延长到火 木星那个方向的时候 也有三个 三个赤道的转向发动机 是被激活了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就算你没干 就算你这个事 完全没干成 就是你主角那三人 完全没干成 它依然会有火柱是到5000公里的点 然后吴金或者说另外的一个还在太空中飘的同事 也有可能把空间站去开过去去炸 就是说你首先第一个就吴金或者说那几位救援队 什么CN171是吧 那个救援队的人 他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没有他也可以save the world ok 就是说就那回事 然后中间还有一段就是说 有人已经到了上海 可以去开宝盒室救援的时候 有人已经把火车去运进上海了 就是说主角那几个人 他其实不是整个电影的中心脉筹 就不是说我故事上 电影里面是这么中心脉筹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拯救的环境当中 它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就好像我们在奥窗 就那个Avenger不知道第几部 奥窗 就奥窗那一部 我忘记句叫什么名字 在那里面如果是没有主角那几个人 那地球就完蛋了 对不对 就奥窗就对吧 四亿万为 那如果是没有 如果是最近的那部灭霸 对不对 如果那些人说白了 如果是不在也没有人去阻止灭霸 搞来搞去就那几个人 然后如果是2012 对不对 如果没有人去见那方舟 或者说他那方舟出点任何问题 如果没有那个主角 把那个门给怎么修起来 那就只剩下两个方舟 有一个方舟挂了 这个已经有很进步了 已经是他不救就死一方舟 对吧 但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那个时候说白了 所有人都已经离那门那么远 不是超窄的吗 按理来说门口 那你应该有人 他应该想办法 把它怎么弄一弄 对不对 然后像后天 像或者说那几个片 后天好像是 我记得好像没救 还有一些什么 之前有看过一个电影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就是派了一个宇航员 上去去炸那陨石 然后陨石变成两块 离开了地球 这又有核弹 撞孔放核弹 但是说白了 那个片也是 如果你没有那两人 就没有那两个人 去把自己牺牲在那个石头上面 那个地球也完蛋了 就是说 按理来说 我们救援的情况下 除非是特别的困难 否则我们不会考虑说 我们只能这么干 对不对 现在载人航天 又不是只有你美国可以了 对吧 就他当年那个电影的时候 好像是 但是俄罗斯也可以载人航天 俄罗斯也可以有爆棚拳 如果大家给点钱 给俄罗斯修复修复 说明他也能去炸 就两个人 最起码两艘废船 一艘废船挂了 另外一艘废船可以 就每一个这样的电影里面 肯定会有那么一段 是所有人就很紧盯的 那个屏幕 就特别害怕 特别紧张 就觉得我们 如果他们两个出现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整个地球就完蛋了 但是你在六强地球里面 你觉得就那回事 就是他们不行 别人也可以 对吧 就可能你说最后 只有无精闯进那个驾驶舱 其实只是可能 他走得比较快一些 别人可能也在驾驶舱门口 发呆呢 他只是没有 就不是发呆 就是说也到了驾驶舱门口 然后无精到好 直接把门一锁 这事就凉了 这外面的人就凉了 说白了 如果没有无精那个角色 就叫刘培强 没有他 说不定那个空间价 也会也会冲过去炸掉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故事就已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 首先第一个 有没有中国人 有 中国人是主角 是这个电影的主角 但是他 首先第一个 就是在这个故事的环节里面 没有他们也OK 就没有中国人 其实可能这个故事 也可以正常的运行下去 也可以正常的救地球 好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提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在这里边 中国的元素真的很少 大多都是川洁的元素 为什么说中国元素很少 第一个 大家所看到几个城市的名字 你知道的话 你知道它是中国的 对吧 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知道 这是中国电影的 所以这可能是中国的城市 然后第二就是说 中国城市都被冻了 都被炸了 甚至杭州是整个地下城 就里面人全挂光了 然后别地震的时候 那些人也全没 要么砸光了 要么反正就全死光了 对吧 然后它里面也没涉及到政府怎么样 然后所谓的那种 爱国爱国心 通常说在一个电影里面 看到爱国心 通常是说 某一个中国的角色 显得特别的强 某一个 或者说在美国电影里面 我们看到某个美国的角色 显得特别的强 他一个人可以干掉很多人 这个在战狼里面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看到无尽就得看到战狼 就我觉得 第一个我不否认 在战狼里面 确实是想得过于的 就有点夸张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并不是说像吴京那种 他说什么 别人美国就可以 一个人干掉一个脸 我干十几个人 就觉得怎么样 这个是一回事 但我们都通常来说 我们玩过游戏 或者说我们去做过一些什么 训练的时候 我们做体系训练都知道干掉几个人 估计就气喘吁吁了 你还跟我说干掉十几个 然后还脑子里不传影响 能其他方法 最后一个人干掉十几个人 我觉得这个困难是真的有 而且下时候觉得比较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说 而且他不停的在讲述 他是中国人的事情 就在战狼的地方 但是在流浪地球 第一个国家这个概念 我相信在流浪地球 已经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他更多的是强调一个叫联合国 就以联合国演变出来的一个 联合的国家的一个组织 而且到最后说白了 说他所有的东西和中国 中国存在与否 在这个故事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你想想他里面说的几个梗 我想想提到中国的第一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澳大利亚人 对吧 他就说他是澳大利亚人 对这个故事没影响 对吧 然后为什么他会提到 他是什么中国性的 因为他要 你就顺理成章地说中文 他才能融入到这个电影里边 对不对 要不然你 你就像长城一样 然后一片中国人突然间闪出个老外 那个叫 哎 那个那个男的叫什么玩意 我那就很出名 那个就火星救援的那个 你说如果是如果是啊 这个情况 你说他不说也没啥 但是他说就是这个故事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 然后第二就是说 什么in China 那个空军战 你不写那一段也没啥 那为什么我要写这一段呢 这一段的目标就是说 使得大家觉得 OK 我是一个梗 前面说我俄罗斯 我俄罗斯 然后最后突然闪出一句话 我跟他说 不要紧我们这个中国的空军战 这玩意是中国造的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是中国造的 对吧 很简单 就这个门是中国造的 但是可以 可不可以是美国造的 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是别的地方造 也没有问题 他是迎合中国市场的一个梗而已 他没有说 只有我们中国能造空军战 相当来说2012 还只有中国能够在 那个那个叫什么 珠穆拉玛峰上面去建那个方舟 那你怎么不说 那个是中国新中国的电影 就是中国主旋律电影 对吧 那你不能扯 你这个东西怎么搞 对不对 然后 我记得在里面提到 有一些地方的 那个航天发动机 不是 那个叫什么 行星发动机是中国造的 那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中国造的行星发动机 为什么呢 它基建墙 美国也可以造 那刚开始的航天飞船 X-BASE 好像还是有一些是美国的 你看那个航天飞船的样子 就是美国的航天飞船的样子 对吧 那你也可以说 它是美国美国主旋律电影 对吧 这我觉得很胡扯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地方是讲到中国 我觉得是 他全篇其实都在讲一个中国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就是农历新年 就是大家就团聚的日子 那首先第一个 我不管他那个时候 他是不是因为要播映的时候是农历新年 所以他说什么农历新年是我们家人团聚的日子 所以你想想他把它改成中秋节 我们是团聚的日子 肯定也会有人说是主旋律电影 那你在中国是主要市场的情况下 难道你说圣诞节是我们主要的团聚的日子吗 你美国的电影 你美国的电影 Blood Rangers里边 你可能会说 你可能会一堆人为了在中国过个春节大打出手吗 我觉得这个很扯淡 那你这个文化这个电影是以中国为主要市场 你肯定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我要找在中国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底蕴节日 作为一个base 而且你首映是在大年初一 所以就很自然而然会带着这个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贴合你的电影主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美贴合而已 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主旋律或怎么样 那我也说一下为什么中宣部会拿这部电影 所以第一个它是一个现象的电影 它等于开创了在中国的一个科技科幻电影的那么一个先河 它等于一个产业的开端 中国的科幻电影说白了 在它以前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有印象的作品 甚至中国的电影就好几年没有那种特别让人震惊的东西 像战狼其实说白了它后面有一部分票房都是政府为了爱国的那个情况 就是大家去看的这个也很正常 这是政府的一个政府宣传 但是流浪地球到现在为止吧 它后面应该也会安排这样的波印 但是再到现在为止40多亿票房 很多时候是靠我们自己去推动 就是观影的人去推动 它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样 第二就是说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整个电影圈都受一些老派的导演去控制 像包括我们都比较熟悉着那个小刚 然后比较熟悉张一谋那种 就是他们的片子 我不是说他们片子有多差 他们片子其实挺好 但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片子过于强调艺术性 它不强调故事性 或者说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去做给那个演员 他们演员能够非常的强悍 演员阵容非常的好 以至于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剧情 他们的整个的特效做的 其实相当于说比较一般 那我能理解就是说 但最美好的想法就是像Avengers 像2012那样子 它肯定会找一两个超级强的那种隐形 然后它特效又很好 但是中国的市场首先第一 你要找一个电影是投资在两亿美元 我说一大实话 估计你就算是战狼二 你也很难回本 因为就是分账的问题 他们分账里面好像那个比率 给那个创始团队好像不是很高 然后第二就是说 第二就是说 就给给投资能回报真的不算很高 然后第二就是说 相当于说投资它跟你肯定要稳嘛 什么叫稳 就是说你已经有个大IP 中国的大的科幻IP 基本上没有 在刘慈欣之前 像美国可能很多以前过往的一些漫画动漫的IP 日本有一些动漫的IP 它整个的一个情况 整个的一个能够改写成电影 而且保证有一定粉丝量的这么一些IP 是很多的 大陆相当于说没有什么 所以说突然间闪出来那么个电影 它对我觉得不管是对所谓的中宣部也好 对别的那个部门或怎么样 它肯定是一个现象级的东西 它希望通过这个去推动我们的电影的那个产业去发展 这个是它的一个想法 而第二个就是说 它想不想加一点政治意味在上面 我觉得是想 但是它想加不意味着这个电影 本来就是主旋律电影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我举个例吧 我觉得举个例会比较好 假设说美国政府想推动Avengers去国外放营 它想去推动 它可能BBC或者说CNBC 不不应该说BBC了 CNBC或者说Fox News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川普发了Twitter 说Avengers is the most beautiful movie I have everything in my life 或者这种东西 你发那么一段话出来 那是不是意味着Avengers说的就是美国精神呢 是不是因为这个他说的美国精神呢 并不是 而是他本来带的东西 流浪地球本身不带这个爱国精神 他不带爱国精神 因为战争里面已经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了 那中宣布拿他来做宣传希望给他加政治概念的做法 我先不判断他对或者错 但是他加并不代表他本来有 这个是我一定要跟大家阐述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而第三个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中宣布这么一套东西 就是因为他首先电影他的投资方里面有中国电影集团 这是一个国营单位 所以我觉得也能理解对吧 这个国营单位做的东西 他首先第一个不能是反大反国家的吧 第二个就是说他最好是爱党爱国家的吧 这个也很正常 那做出来这个 我觉得爱党爱国家这个意味已经不是很重的情况下 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公司这两个的主要投资人 他肯定是想方释法要给他加一点东西下去 因为这样子首先第一个对他们自己来说是能赚更多钱 中宣布CCTV给他做个宣传 他肯定票房能更高嘛 反正是免费的对吧 就我觉得我能理解 所以说我看从这篇新闻 我扯扯扯给他扯那么多 目标就只有一个 就是说我在这上面看到了 作为一个外国媒体 他们没有真真真真去看过 他们可能这个片子没看过 他们只是通过某一个大陆的官方媒体 宣传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他就给他加了那么一套定义 OK 这样让我觉得其实挺悲哀的 其实就我现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也看过香港很多媒体 香港的媒体基本上就分成两个派系 基本上也有一些所谓的总理 这中理的话就等于没人看 一部分是特别爱国的爱党的媒体 每天头版头条跟人民日报一样 也会讲一些香港本地新闻 另外一边是所谓的民主派的媒体 他们这边民主派其实更多是讲述一些所谓的 不管他是港独还是怎么样 反正他就不停地在讲这种东西 他叫反政府的 有这两套 所以说在香港你也会看到很多言论 就是说流浪地球是一部主旋类的东西 另外一边说流浪地球很牛批很牛批 大家都要去看基本上就这两块地方 我一直觉得人是要有自己独立思考 独立的思维 这也是我后面如果我在update的视频的话 我一定会这么说这么一些事情 但在我在香港我看到大多数人 就是被这两个东西控制着 就是说他们看到一个文章 像我的朋友在香港 也有一些同事或朋友 他们不断地告诉我流浪地球里面有无精 有爱国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 CCTV在宣传它 所以它是主旋律电影 另外一边也有人跟我说 你在大陆看过流浪地球吗 他要去大陆看 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 评判一部电影好与否 我们不能根据他的演员 职员表去确定 吴京 他以前拍过很多功夫片 对吧 你跟我说那个是主旋律东西吗 但是问题是 他后面拍两部主旋律 你赚钱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后面全都是主旋律电影 只要看他名字就是主旋律电影 不对 像李一峰 李一峰他之前拍了很多电影都是烂片 说白了就是烂片 我不知道李一峰粉丝怎么看我的 就是烂片 OK 动物世界 我看 真不错 动物世界整个故事 人家故事不错 他演技也很好 那你说上海堡垒 故事我是知道的 他就是一部 他就是一个爱情 爱情的小说 那 是不是代表他电影也是一个爱情的电影 我不太确定 陆寒 之前拍的片 说白了就垃圾 就没几部好看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接下来这一部也是垃圾呢 我不好说 对吧 我不好说 我只能说 暂时来说 他因为他过往的经历 让我觉得我对他的期望值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是我 例如说我现在对科幻是很有感兴趣 可能我会去看 有时间我会去看 就这么回事 但是我不会说提前写一篇文章说 因为有罗涵 说这部电影是烂片 没意思 就说的好像因为有吴金 说这部电影是爱国片 这也没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 人是要有一个独立的平板标准 我的独立平板标准就是说 我判断这玩意是不是主旋律的电影 我可以先去看它的内容 或者最少最少 我觉得最少最少 你得读不同方向的那个影评 甚至有些剧透的东西 你不能说我影片不看 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看了CTV 播了这个流浪地球 是一个 它显现了中国的人的一些精神 然后我就说 它是一个主旋律的电影 这个太扯了 是不是你说之前的某些什么 什么大夜 什么那些 那些电影 你跟我说是主旋律 OK 因为它本来主题就是那玩 我也不期待在那个里面看到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但是你说在这里面一个科幻片 你跟我说成主旋律 其实我觉得就有点扯 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流浪地球的内容 那我还是想补充一点东西 因为我觉得在香港 其实我能看到很多人在不停地为生活在打拼 他们的楼价非常的高 他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一旦 如果有另外一个和他们意识当中所知道的一些自由的能够说话的东西不太相符要相冲的话 他们会考虑去抗拒他 这个也是我能理解的最大的一个范围 我非常能理解他们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他们觉得 关口以北都不安全 因为他们过去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一直就认为第一个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们知道自己压力很大 各种不舒服 各种什么 他们也知道自己 如果他们也知道 如果融入到大陆 作为大陆的一个窗口 他们的经济能够快速的发展 这个是他们的 他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现在最不清楚的那群人 也是最欢的那群人 其实就是社会底层 他们打工 说白了就我在哪卖东西 在黄金店卖东西 说白了你那么多人过来买东西 我每天还忙 然后工资就那么点 对不对 你如果你不来 我店反正一时也不会倒闭 然后我觉得就挺好 对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 但是说白了我不支持他们这么做 我觉得这样做法比较短式 然后还好我现在工作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我的同事里面 相对于说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他们知道一个事情是好或者是坏 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盲目的去追踪一些文章 盲目的去看一些新闻 尽管有的人 他是对大陆是有一个偏见 他偏见的意思 比如说所有东西都是坏 他知道大陆有些东西是好的 但他坏的更多 然后他也经常给我发一些大陆的各种东西出问题 像猪瘟像秘苗什么的 有些东西我甚至是先从他那知道 后来我才找大陆的新闻才找到 或者说有时候大陆新闻 压根就没有 这个也很正常 对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我能理解 然后 但是我一直都跟他说 我说只要你是有自我的判断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就是说你从这里面 从这些新闻里面 从大陆的新闻媒体和香港的新闻媒体 对比起来 大陆的媒体缺少了什么 香港的媒体多了什么 然后这里边的一些观点 和你自己有自己的看的判断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每个人的观点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我比较强烈反对的 就是说有些人 他只看一方面的东西 像 对他只看一方面的东西 这就使得自我的一个独立观点被削弱了 那你既然被削弱的情况下 其实按照他们的想法 如果没有自我观点的话 其实 待在大陆和香港也差不多 我怎么说 没有 其实其实在大陆也好 有自我观点 有独立观点的人 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会不一样 他的表达方式会更加含蓄一些 而不是像香港这边 没事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所以说 我有认识一些大陆的朋友 来到香港 然后感觉整个人就变化了 就那种 突然觉得自己很自由 然后就大言不谈 然后每天说话 内容就开始乱七八糟 我 首先第一 我特别不太 不太 不太 跟这种人 就是联系太多 因为 我说实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对人 是有对人 或者对群众是有一个控制的 但不是那么严格的控制 如果懂我意思的话 不是完全放开 其实香港的所谓的民主 它更多是建立在一个媒体控制 和大型资本控制的 这么一个民主 现在也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没有一种所谓真正的民主 因为很多时候 我听他们说 这边选一个立法委员 或选个什么 很多人其实说白了 就没有什么自我选择的空间 倒不是说我一定要选 片中的那个方向才可以 而是我尽管我 就可能我也没有时间 第一个我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们也没什么热情去管这个事情 他们自我觉得就是已经放弃了 所以这种民主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吧 就和我能理解 就和我在前不知道多少年 在大陆生活 其实我也没怎么投票 对就那回事 就给你个投票的机会 可能你也没什么兴趣去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去参与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他也没有很好的机会 让你去了解 或者说你没有热情去参与这个事情 你觉得这个东西对自己影响不大 因为你还是要上班 你还是要鼓梯 你还是要干嘛干嘛 就那样 好吧 那这段视频就再来先说那么多 我会试图去keep updating 我的这个栏目里面更多会设计一些在香港的所见所闻 然后我相信大多数的大陆的朋友来香港 都会就可以拿我的视频作为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 因为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很多都是一些在香港 就是买房都是上车盘的那种年轻人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和我一样就是都挺迷茫的 反正就 我们有空再聊 那我下一次更新视频 我要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可能某个礼拜六日吧 或者是某个晚上 心情好的话 我就会说一下 说是录制视频 说是剪辑视频 就不加太多 乱七八糟 什么BGM 然后大家听懂 听清楚就行 未来可能考虑一下再买个麦克风 如果有人看了 好吧 那就先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